請問一個外面關心的問題 就是馬上新政府要派駐日本大使 謝長廷先生說 軍艦開出去護漁 就等於要跟日本打仗了 你們軍方的解讀是什麼 特別跟委員報告 我們海巡護漁民挺漁民 我們軍艦護海巡 這是我們一貫的政策 中間都這樣子 如果日本的軍艦開出來 就要打我們的海巡艦 我們當然就打日本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樣講對吧 不然你出去幹什麼 所以準備打仗了不是嗎 請問是不是 我剛剛講外航的話 這樣對不對 剛剛才是不是 這種情況 我們不是這種狀況 不不不 你要回答 因為駐日本大使謝長廷 馬上是駐日本大使謝長廷 說軍艦開出去 等於對日宣戰 對日宣戰 因為有美日安排條約 所以就等於是對美國宣戰 他的邏輯是這樣 這樣的講法你認同嗎 報委員特別跟你報告一下 國軍有非常嚴謹的規定 去規定我們雙方的一個行動 我們國軍一定是按這樣規定來做的 要請您放心 然後呢 這個區域的這個問題 不是我問你你不要一直繞 我知道你怕得罪謝長廷 這個東西 你要回答我 你正面回答問題 你軍艦開出去了 如果我們的海巡艦 受到日本的軍艦的一個攻擊 我們當然要反擊啊 不然開出去幹什麼 亮相作秀一下就回來了 對不對 軍艦開出去 雖然在不準備打嗎 當然萬一需要就打了嘛 難道不是嗎 這問題你就不敢回答 就是笑嘻嘻的不敢回答 好 謝謝委員指導 部長 不是指導 你要回答問題啊 你怎麼回答一直呼嚨嚨 這個東西 不可以這樣子啊 面對立委的質詢在國會 你有義務要 要據實以答 有關我們整個作戰計畫 有關這個問題 不是作戰計畫 你要你回答我的問題啊 我相信的下來以後 再跟您報告 不是你什麼下來 這個機密嗎 如果我們的海巡艦被攻擊 當然軍艦要反擊啊 不然軍艦出去幹什麼 好看啊 好看頭啊 你聽懂吧 好看頭而已啊 在那裡 啊 軍艦出來了 要幹什麼 你不知道欸 國軍確保國家的安全 跟領土安全 這個立場是不會改變 是非常堅定的立場 所以咧 你怎麼沒有回答問題嘛 你浪費好多時間啊 這個這個 你不是海軍啊 我不是海軍 哪一位長官是海軍的人沒有 哈哈哈哈 來來來來 您是 喂好 我是海軍副參謀長 喔 參謀長喔 副參謀長 副參謀長 來來來 我剛剛的問題 你不能回答一下 我們海軍 我們海軍 遵守國安部的指導 依照國安部的命令來執行任務 然後咧 不 我的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的 海巡署的海巡艦 護魚 的過程當中 遭受到 不管任何地方來的攻擊 我們要不要反擊 國安部就這麼簡單問題 啊 保委員 我們 我們 你剛剛不回答 我們就請海軍的回答 海軍管經驗啊 我們一起按照政策來 這個 我們絕不避戰 也不畏戰 絕不避戰嘛 你要講 不避戰 不畏戰 不畏戰 也不挑釁 我知道嘛 按照所有的規定來做 所有規定就是 當我們的海巡艦 被攻擊了 我們要反擊 這句要對不對 我就問你嘛 是不是嘛 是吧 我們呼籲周邊的國家 所有對區域的安全 安全與和平穩定為原則 東海和平學院 就是最好的一個 你這樣子呼籠也不會升官啦 沒有關係 你這樣呼籠也不會升官啦 部長不會輪到你做啦 謝謝委員 到此為止啦 這樣呼籠 這樣人家就瞧不起啊 謝謝委員 真的 副部長 這樣子呼籠都不敢講話 是不是 這個軍艦開出去就是 當然是有需要就打 不然開出去幹嘛 我說有需要 我們不主動挑釁 但是不避戰 不確戰 有需要就打當了是這樣子啊 不然國家養這麼多的 這個要軍艦幹什麼 我雖然是外行的啦 國外外行 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嘛 看出去大家 哇很有信心啊 漁民鼓掌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漁民 因為我們的漁民不會被欺負嘛 因為有軍艦在後面嘛 今天聽了你的話 大家就知道那個軍艦假的 開假的啊 因為副部長在這裡不敢說 有需要就打不敢講這句話啊 這些不敢講啊 副部長準備講 你還阻止他講 對不對 實在很重的話我都不願意講啦 我聽了難過啦 我替全民難過啦 我們這樣子 這樣子國軍不知道幹什麼的 不知道要幹什麼的啦 這擺好看的而已啊 那個請國安會的 那個副部長不要走啊 兩位長官可先心力開 國安會的處長好不好 副部長 你們啊就真的是 軍方在看讓人家真的 你剛剛的背詢 內容跟今天讓人家瞧不起啊 真的是這樣子啊 我們講什麼 我的提案就是說 原來是軍人的入海空哦 被你們調去參加國安會議 後來變成國安會議 然後居然他 你們就不要啦 這些人不要了 那個國安會長官不要講一下 你們態度怎麼樣 我也好 我是國安會秘書處的處長 有關我們國安會的執長分明 秘書長跟三位副秘書長 還有諮詢委員負責政策 處長今天來的話 不是不是不是 針對這個事務性的工作 這是官方的三位 對不起 我替你們的同仁爭取權益 然後你在這裡呼籠 今天這個第三條 我們是來就是支持 支持不支持 支持不支持 而且要徵你這15戶的權益 來 副部長 要不要講一下 人家 那個人是你們的人啊 是 國防會議四十幾年的時候 那個會議的主席叫蔣中正 秘書長叫國王部長 不敢 whoever 當這個國王部長 就是秘書長 被你們抓過來了 被你們調過來了 結果你們分配權力說 欸 沒有 你是國王會 沒什麼 副部長 你們的答誤 看了令人家很生氣啊 第二頁的答誤很生氣啊 真的 讓他看到 關全部都是關掉文章 全部推脫拉 一點肩膀都沒有 對不對 一點肩膀都沒有 然後這裡面呼嚨呼嚨講一些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講的意思就是說 不通 不行 這些人 你告訴我一個理由 都是你的弟兄 陸海空軍的 不敢少校 中校 上校也好 調到國安會去 幾十年前被你們調過去 好像被拉屋拉過去 然後你們現在不認帳 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副部長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了解 知道嗎 不是 你要回答 不是了解 不能這樣子啊 副部長 我先請副部長 跟你報告 我還不知道 你為什麼可以當副部長 當這麼大的官喔 每天在這裡混 這個東西 跟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國安局 跟國安會的眷村 我們了解 好像有六個村 其中有四個 它好像是植物館設型的 是介助型的植物館設 其中 那也沒有關係 植物館設說不行 植物館設沒有這個事情 其他的你要全要處理啊 是 配注型的 我已經問你了說 君子的人調到國安會 你們認不認帳 那是你們的人 那是你們的人啊 陸海空他背的都是上校中校上校啊 各位委員報告 如果說 欺負很強 就是這樣欺負的啊 如果說 我知道 我了解 我們都會 我們都會 你們菜良欺負老鳥啊 但是 他如果說放到 植物館設計案條例裡面來之後 他可能還沒有蒙其力 就先受其害 為什麼 因為 植物館設計案條例第五條 他 原眷戶 及配偶顧之後 他六個月內 要完成權益承受 他有很多 第一代都已經不在了 那些我都不管了 他進來之後 我要強調第三條的就是 因為他原來是你們的人 你們把他調去參加國安會議 後來就叫國安會議 然後呢 你們現在就不認帳 隔袍斷立說 你不是我的人 切割了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啊 就吃人夠夠啊 吃人夠夠啊 我們 現在在職的 在職的我們的官員們 軍官們 欺負過去退休的 現在八九十歲的老農民 欺人太勝了 現在國安部 就這個樣子 真的可悲啊 保委員 對不對 這一點我一定爭取到底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 軍職外調的有很多單位 這些老農民啊 死不瞑目啊 真的 你把這句話聽進去啊 副部長 副部長 我對你非常失望啊 難怪你沒當部長啊 只會耍嘴鼻子啊 好 謝謝 什麼事都不正面回應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好 再下來 黃偉哲 黃偉哲 尊嘴